在1994年時 華納兄弟電影公司宣布 華納亞洲商標成立 當時華納的執行副總裁 就專程飛來台灣主持計畫的宣布 表示不僅將會把台灣 作為華納亞洲的第一個據點 華納未來也將進入 台灣國片的發行市場當中 黑皮書故事 帶你認識每個角肉的故事 身在台灣的大家 可能都有聽過 迪士尼樂園曾經要蓋在台灣的傳說 而據傳這個差點誕生的迪士尼 就是今日位在台中厚禮 立保樂園的位置 如果真的誕生的話 將會使台灣擁有一座 世界級的主題樂園 究竟這個傳說是真是假 今天的黑皮書故事 就要帶大家一同來還原當時的歷史 來看看這個差點誕生的 國際級主題樂園計畫 要建一座超大型的主題樂園 足夠的人流、土地、資金 都是不可缺少的必備條件 而當時的時空背景 就正值台灣經濟的快速成長時期 尤其在1960、1970年代 台灣邁向工業化後 經濟快速成長 國民所得大幅提升 隨著收入的增加 民眾也開始逐漸重視 休閒娛樂的重要性 但當時的台灣 相當缺乏高品質的大型油氣區 提供國人戶外油氣 與休閒的空間也很有限 在1986年 當時經濟部的決策官員 參觀了位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的 迪士尼世界後 認為台灣應該有必要 來建一座類似的大型遊樂區 來提供一個可以讓民眾參與 並兼具娛樂與教育 雙重功能的休閒環境 更期望藉此提升 台灣在國際觀光市場的地位 而當時身為國營事業的台唐 正好也面臨著急需轉型的時期 台唐在戰後 接收了日本所留下來的大型製唐會社 成為全台最大的大地主 但是在1980年代後 國際糖價低迷 台灣的砂糖外銷開始出現嚴重虧損 不僅台唐的各家糖廠 逐漸被迫關閉 部分甚至面臨廢棄的命運 這也使台唐 有意將自身擁有的大量土地 投入休閒產業中 來為台唐創造多角化收益 而現在好在此時 政府又有意要取得大片土地 來興建台灣首座高品質大型遊樂區的想法 因此雙方一拍即合 當時的經濟部、交通部觀光局 與台唐決定一同合作 來推動大型育樂區的開發案 當時決定將此開發案由台唐主導 並預計將使用台唐越北糖廠 約200公頃的廣大土地 來興建台灣首座高品質的大型遊樂區 這塊高達200公頃的土地 便就是今日利保樂園的所在位置 隨後在1990年代初時 政府提出了國家建設六年計劃 簡稱為六年國建 這個越美娛樂區的計劃也被納入其中 成為政府主要的實證目標 當時喊出的計劃願景 是要參考美日文明世界的迪士尼樂園來規劃 並將中國文化融入樂園當中 在這裡打造第一座中國式的迪士尼樂園 樂園裡面雖然沒有糖老鴨、米老鼠 但將會有孫悟空與豬八戒 在這樣的基礎下便初步規劃 將這個越美大型遊樂區的計劃分為五大區 首先是高達30多公頃的主題樂園 這個主題樂園裡面將包含六大主題區 第一個主題是神話世界 裡面計劃以中國著名的故事作為發想 像是牛郎之女、西遊記等等 讓這些傳說人物仿佛像是走入現實生活當中 帶給遊客神奇的想像空間 而第二個主題則是武林傳奇 將會以中國武俠世界中的八卦迷魂症 少林寺中的十八同仁症作為主題 並進一步結合西洋劍客、快槍匣的元素 再透過十足的聲光設備 帶給遊客冒險氾濫的感覺 接下來則是聊齋致意 將會以中國的聊齋故事作為背景 呈現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來勢輪迴概念 給予旅客寓教於樂的全新體驗 除了三個中國式的主題區外 還有童話王國、時光隧道與回到未來 總共六大主題構成主題樂園 除了主題樂園之外 還有水上樂園、電影城 與包含休閒旅館、露營區的休閒區 及包含停車場的設施區等區 總共這五大區域 來形塑月媒大型娛樂區的開發藍圖 並確立將會以BOT模式進行開發 台唐將會提供土地 並給予民間企業 長達50年的興建與經營權 在50年期限到期後 地上物將歸還給台唐所有 當時這個開發案更廣開國際標 期望吸引世界各國廠商來台參與開發 樂媒案作為台灣第一個大型娛樂區的開發案 也自然成為各大財團關注的焦點 在1992年首次公開招標後 當時包含核信集團 統一、衛權與東地市等等 巴西一家民間企業 都曾經領取招標文件 對月媒的開發計畫展現了濃厚興趣 最終的開標結果 由核信集團主導的達宇開發公司獲得優勝 取得經營權 但後續在與台唐協商的過程中 兩方無法達成協議 最終因此廢標 在第二次開標後 雖然也有多達20間的民間企業領取標單 但僅有一家廠商投標 而且該企業最終並未通過資格審查 所以月媒的開發案在第二次招標中 又再次的宣告流標 歷經兩次的流標 台唐歸納失敗原因後 認為是月媒案缺乏投資由因所造成 因此決定在中山高增批厚利交流道 並讓業者享有地價稅減免與投資的獎勵措施 這才讓月媒案露出了曙光 在1955年時 月媒案展開了第三次招標作業 此次的招標終於由五家廠商投標 根據最後的開標結果 由中華開發與美商華納集團名列第一 獲得與台唐的優先奕約權 排名第二的則是台灣的財團 常益育樂行業公司 看到這裡大家應該都懵了 所以迪士尼到底在哪裡 翻開投標場上的名單 大家就可以發現 其實自始至終 迪士尼都沒有要來台灣投資的正式計畫 要在台灣蓋迪士尼樂園 其實只是政府所喊出的口號 並非是真正由華特迪士尼公司 所經營的大型主題樂園 那...難道迪士尼真的都沒有想過要來台灣嗎? 欸!其實迪士尼是有考慮過的喔 據嚴長壽的個人回憶錄所說 在1987年 迪士尼要來亞洲設立新據點時 曾請國際知名顧問公司的副總裁陪同 來到泰國、星馬、台灣、香港以及日本進行設點調查 當時嚴長壽被副總裁問到哪裡最適合時 他二話不說就回答了台灣 並分析了許多台灣擁有的優勢 像是當時台灣有著低廉的地價 較便宜的人力資源 而且更位在亞洲地理位置的中心點 具備中繼站的絕佳優勢 能吸引大量的國際旅客前來遊玩 他一一分析完台灣所擁有的優勢後 下了一個結論說 將迪士尼亞洲選址定在台灣 是一件不用大腦就可以決定的事 但是我們都知道 後來迪士尼正式公布的亞洲所作據點是在日本 而且就在日本地價最高 最繁華的東京附近 也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東京迪士尼 當時嚴長壽曾經對迪士尼沒有來到台灣 而是選擇到東京投資感到相當訝異 後來嚴長壽在亞洲旅遊協會的會議上 再次見到了當年調查迪士尼設職的副總裁 嚴長壽看到對方後就直接開口說 你欠我一個答案 當初你來問我迪士尼樂園要設在哪 我告訴你一定是台灣 我很好奇為什麼你們不選台灣而選東京 當時那位副總裁則笑著回答 很感謝嚴長壽的意見 但這項評估既專業也簡單 其實早在評估前我們就已經知道答案了 這幾乎是一個不用大腦就能看到的結果 副總裁接著說 如果要經營一座像 迪士尼這種規模的遊樂園 只靠國外的觀光客是不行的 必須要先有足夠的人口數 撐起內需市場 也就是說這個地區 除了要有強大的經濟能力之外 還要有夠大的人口市場 與高度的地理可及性 當時日本的經濟不僅領先亞洲所有國家 更有多達1億的人口市場 而日本的首都東京 也是亞洲的最大城市 如果將遊樂園選在這裡 就已經能立刻擁有相當大規模的 本土消費族群 膽觀當時的台灣 人口只有不到2000萬人 國民平均所得也不高 沒有足夠大的內需市場 能撐起迪士尼樂園的營運 至於其他國家旅客的消費市場 由於搭飛機的成本較高 整體來說還是佔比例中的少數 因此不可能選擇台灣 作為迪士尼的據點 那一刻 顏長壽聽到這番言論後 就表示感覺自己無力藏身 非常慚愧 他更在書中寫下 原來當我們主觀的 以自己的角色來看待事情 而沒有專業深入的了解 論知可以有這麼大的差別 但這還不是台灣最後 與國際遊樂園交手的機會 大家剛剛如果有仔細看影片的話 應該有在投標廠商中 看到華納這兩個關鍵字 沒錯你沒聽錯 就是我們所知道的那間 在美國大名鼎鼎的 華納兄弟娛樂公司 當時華納就打算在台灣 蓋一座國際級的主題樂園 而且早在越美案之前 華納就已經積極在位 進入台灣市場開始佈局 在1994年時 華納兄弟電影公司宣布 華納亞洲商標成立 當時華納的執行副總裁 就專程飛來台灣主持計畫的宣布 表示不僅將會把台灣作為華納亞洲的 第一個據點 華納未來也將進入台灣國片的 發行市場當中 當時華納的執行副總裁也說明 之所以會選擇台灣作為華納亞洲的 第一個據點 就是因為台灣電影的生育家 而且也擁有旺盛的經濟能力 與安定的政治氛圍 他更表示 未來華納也不排除 將台灣電影推向美國市場 甚至是參與台灣電影拍攝的可能性 基本上 以當時幾家著名的 跨國電影集團作為例子 像是哥倫比亞影業 福斯娛樂集團等等 都是以發行好萊塢的主流電影為主 華納在當時選擇在海外 介入非美國本土的影片發行 可說是電影發行領域中少數的創劇 接著在1995年6月時 華納也決定與中華開發合作 參與越美大型育樂區開發案的投標 計畫在這裡達到一座全新的華納影城 主題樂園中將包含華納影城區 紐約大都會區 西部莽園區 及奇妙原地共四大區域 裡面也將重現星際大戰 侏羅紀公園 等等美國好萊塢電影的經典場景 除了會展示電影拍完後的道具 布景之外 這些熱門場景也將會不斷定期更新 讓來到這裡的旅客 猶如置身在電影當中 未來園區內也將在興建海洋世界 水上樂園 以及國際級的休閒旅館 當時這個由中華開發 與華納提出的規劃案 不僅結合好萊塢影城的概念 又加入各種充滿現代化設計的遊樂設施 也因此獲得當時評審們的一致青睞 使中華開發與華納奪得第一 取得與台糖優先議員的權利 不過後面雙方議員的過程 卻進展得相當不順利 常常發生台糖開出的條件過高 以至於華納無法接受的情形 當時華納的在台代理人曾公開表示 華納是狹帶龐大資金與技術來台 投入越美的BOT案開發 但是政府對於華納投資案的態度 卻是比較過去由政府自行出資的方式來進行 有時甚至會出現以政府官方為上 華納只能順從的上對下關係 而且此案涉及的行政機關過多 導致每次雙方在決策事務時 都必須層層上報 嚴重影響實行效率 台糖方面也開出多種不合理條件 像是要求華納去在簽約後 先交付巨額權利金 經營權利金 與負擔地價稅等等嚴苛要求 有一頭牛撥好幾層皮的嫌疑 除了行政效率與種種言和條件之外 華納也表示 越美的BOT案並不符合國際分工邏輯 政府把遊樂園、土地開發與旅館 通通包在一起 要求投標廠商負責全部的工程施作 但是華納本身的強項是在娛樂產業 而並非土地與旅館開發 把所有工程通通都包給華納來做 可能並非華納的能力所及 此外在一月期間 華納曾開出先決條件 要求政府應該配合越美開發案 提供中山高速公路的後離交流道 以及其餘連外道路的完工時間表 雖然這樣的要求 在其他的國際開發案中也很常見 像是香港政府為了後來的迪士尼投資案 相當積極協助整地 也會花費巨資興建地鐵與連外道路系統 積極期望能促成迪士尼在香港的投資 後來香港迪士尼才得以 缺乏統一對話窗口 招標程序繁瑣 且一頭牛剝好幾層皮等等等等 決定在1995年9月 宣布包和撤出越美投資案 而且這還不是華納在台投資的最終章 在同年華納也宣布以台灣企業 合資超過30億元 成立台華公司 在台北市申請了5家有線電視系統的經營權 但是審議結果公布後 台華公司5家有線電視系統的申請案 全數通通划鐵爐 遭到被政府駁回的命運 華納也只能再度黯然宣布撤資 當時華納公司及其投資夥伴都百思不得其解 表示華納在世界各地的投資案都受到相當大的禮遇與歡迎 唯獨在台灣的各項投資案被政府屢屢拒之於門外 在華納撤出越美開發案之後 一約權也因此有低而順位的長藝集團地補 在長藝集團接手開發案之後 也敲定園區第一期將興建主題樂園、水上樂園與購物街 二三期則將包含國際度假旅館、馬術中心 與好萊塢劇場等等 但是喪失了華納影城的規劃案 也就使越美喪失了國際觀光客的吸引力 使越美娛樂區難以跟其他本土的遊樂園 如六福村、建湖山進行競爭 無法做出屬於自己的差異與獨特性 這使越美娛樂世界從2000年開幕以來 一直面臨很大的營運壓力 到開幕後的好幾年期間 都使有第一期的水上樂園與主題樂園在營運 後面二三期的樂園擴張與其餘計劃始終不見風聲 最終長藝集團甚至爆發了財務危機 在大筆基線的呆帳下 退出了越美娛樂世界的經營權 改由利寶建設接手 成為我們今日所看到的利寶樂園 今天的這段歷史故事 我個人在了解的過程中 其實是覺得非常可惜的 華納這樣子文明世界的大集團 願意數次的花大筆資金、技術 來到台灣發展 對於台灣來說 絕對是一個約上世界舞台的大好機會 也恰恰好符合政府所喊出的 要積極引入外資 將台灣打造為亞太營運中心的遠大夢想 當時政府喊出了這樣的願景 表明歡迎世界各國來台投資 但是從對華納的態度就可以知道 我們的政府仍然抱持著高高在上 來台投資者在下的官僚主義 對於國際投資者的心態 甚至比實行社會主義的中國大陸 還要來得更加封閉 許多人或許會很羨慕 香港擁有迪士尼樂園 大阪擁有環球影城 這樣的國際主題樂園與曝光機會 但是這些投資案最終能夠順利完成 都是在當時各國政府的 積極爭取與促成下才得以完成的 而在我們身上的台灣 也差點就能透過一座國際影城 將台灣的觀光行銷到世界 但是這樣的大好機會 卻也是被我們親手推開 在我個人觀點看來 台灣雖然只是一座 三萬六千多平方公里的小島 但是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 在小小的島嶼中 我們有海拔將近四千公尺的高山峻嶺 有廣闊無比的湛嵐海洋 有著文明世界的珍珠奶茶 平民小吃 唯人稱獻的科技醫療技術 甚至是許多國家都比不上的便利機能 與濃厚的人情溫度 而且在文化上 我們除了傳承中華文化的精髓外 更有著包容性強大的社會 使世界各國的文化能在此融合 並以台灣獨有的形式一直延續下去 這些都是台灣觀光中值得被發揚光大 也難以被其他地方取代的特色 是相當有潛力 可以在觀光遊戲上大放異彩的地方 但是今天影片裡面 所提到的種種問題 如果一直都存在的話 不管在哪個領域 都會成為未來台灣發展的障礙 細細檢討過去華納決定撤出的種種原因 其實是因為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沒有足夠的法源依據 所以公務人員在法源不完備的情形下 為了避免觸犯法律 往往會對於民間重大投資 抱持消極的態度 而地主台唐也抱持著本位主義 對於院美的開發案 沒有任何協助 完全照張作業 以及當時的各級中央地方政府 沒有拿出必其功與一役的態度 錯失了最佳的時機 後來雖然在法律層面上 逐漸有了政府裁購法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等等法規 讓公共建設有了較為完善的法條能遵循 與過去相比 這樣的狀況已經有部分改善 但是在30年後的今日 整個政治高層 有許多官僚體系的思想態度 仍然是停留在比較過去的時代 而且各單位抱持本位主義 事權不明的狀況 也還是有持續的在發生 那如果今天在螢幕前收看的你 是有能力可以做改變的政府官員 市議員 還是在行政機關工作的人們 或許可以去思考 今天影片所提到的弊病 未來有沒有機會能去眼裡看看 持續在行政體制上 繼續進行改革的可能性 我相信只要大家都願意秉持著 想要讓台灣更好的信念 今天影片所提到的種種弊病 將能夠在未來的某一天 慢慢的消除 而有著眾多美好 豐富色彩的台灣 在未來的各個領域上 一定可以更加進步 成為讓我們人人 都能感到更加驕傲的美麗寶島